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黑影TV 本期呢我们又回归我们频道的主题 开一个系列,这是第一期 大家看到我这个Apple Watch Series 6 就是最新的铝合金版本 风波数据44毫米 通过这个我们来引申出一个话题 就是我的训练装备这么多年的一个变化 还有我现在的一些心得体会 就是怎么让工具和设备 帮助你更好的训练 取得更好的不管是成绩还是训练的愉悦度 我呢其实是一个苹果生态的粉丝 从Apple Watch第一代 我当时就买了 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跑步 就还没有开始训练 买了以后呢 后来就开始跑步 用的是Nike的那个 那时候还叫Nike Plus的那个软件 就现在的这个NRC去记录 那个时候也是买了Apple Watch用它来跑步 但是第一代Apple Watch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没有GPS就算你带着手机 它也是依赖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室内跑步一样 依赖你的这个动态去算出来的一个距离 虽然不是太离谱的偏差 对那个时候我来说 但是也不准 然后同时呢 那个时候Apple呢 它的手表虽然是有心率监测的 但是它并没有开放这个接口 那时候都没有那个现在的健康那个软件 并没有开放心率的API给到第三方 所以那时候所有第三方都不能使用它的原生的心率 所以那时候还买了一个迪卡农的蓝牙的心率大 这就是我跑步的入门的时候的一个设备 相信很多人都是 或者说现在绝大多数人好像还是在用手机来作为跑步的记录设备 经常就是比赛中听到那个咕咚体育什么的 那个抱那个配速跟距离的声音 之后我跑步大概有一年参加北京马拉松 2015年的北京马拉松 在北马之前的那个夏天 我买了我人生功的第一块加明 当然不是这块 那块已经卖掉了 是当时的加明的Phoenix 3 这个转变是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时候加明绝对是 当然也不能说很绝对啊 加明跟松拓那个时候是 叫什么 GPS跑步训练手表 或者说铁三手表 或者说是户外手表的一个领军品牌 或者说在很多国内的跑步爱好者的这个圈内 基本上都是加明 包括现在 至今 大家看不管是大破节 还是很多其他的运动员 他们跑步 或者是贝克勒 带的表 基本都是加明系列的GPS表 换他的原因呢 那时候也很简单 就是觉得 他比较的可靠 省电 对 第一代的那个Apple Watch 或者是手机的电量 其实都很难支撑一个 那个时候我能跑到四个多小时一场的马拉松 就很很很极限 但是他的电量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天生的这种 这种这种墨水瓶 电子墨水瓶 就跟Kindle一样 但是很省电的 长量 实时的数据 实时的配速 然后能够用A&T加协议去连接新绿带 这些等等都是买他的一个关键原因 后来呢 这几年一直到今年的夏天结束 他今年秋天 我一直是在用加明 经历了Phoenix 3 Foreigner 935 和这个现在的这个Foreigner 945 都是旗舰款 也伴随我跑了北京 上海 厦门 还有六大满贯 除了波士顿的其中的五场比赛 包括还有北京的铁人三项比赛 都伴随我的 但是加明的设备 但是呢 加明的设备好虽好 然后呢 功能也很齐全 也相对专业 对专业运动员 专业运动员 或者相对专业的训练来说 但是呢 我始终对这个GPS的数据 有一些 怎么说 有一些看法 就是大家用的多了 也发现在都市内跑步 就算我在北京的二环上 很宽阔的路面跑步 时不时上也会有GPS的漂移 尤其是你要拐弯这个弯道 正好两边都是高楼的时候 你被多计里程的可能性非常大 有时候大家跑着跑着 突然还没到下一公里呢 手表响了 告诉你 你有一个特惊人的配速 这个我在国贸附近经常遇到 那这个就很不舒适 有的时候 同时我认为 不管是嘉明 还是松拓 还是什么 就这些专业的 专业标榜的跑步手表 它的生态 或者它的软件系统都很薄弱 所谓的这个生态软件系统 是跑步之外的 虽然 像嘉明 松拓等一些业的这种专业跑步手表 也都能连接你的智能手机 去接收通知推送 但是呢 它呢 和这种智能手表 不管是Apple Watch 还是像国内那些 不管是华为还是小米 它都不在一个平台上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操作系统 在它上面 你可以用很多的第三方的软件 可以干各种事情 可以支付等等 但是在这上面 虽然嘉明现在也有了 嘉明Pay 就Garmin Pay 如果你买的是国行 大陆国行的版本 可以用支付宝 那嘉明Pay 其实就和Apple Pay一样 是那个云闪付 但是终究 它还是要依赖 这个手表本身系统的支持 或者这么说 这个手表的整个 主要的生态系统 是嘉明自己在做 就是它做了一个跑步的App 它做了一个游泳的App 等等 比方说 它之前在这款设备上 开放了游泳的光电心率等等 都是它在做 虽然也有第三方 但是很薄弱 很示威 这个是我觉得 嘉明的一个缺点 尤其是这几年 之前还好 那个年代 2014年 2015年还好 这几年愈发的明显 因为感觉它不是很进步 同时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工作的 变得更复杂 等等 或者生活的要求更高 或者现在的 物联网 或者互联网 越来越发达 我越来越需要一款 24小时的 或者说随身的 生活的 可穿戴设备 那其实作为 苹果粉丝 苹果生态的用户 Apple Watch 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 不二的选择吧 那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 我是否要在生活中带它 训练中带它 那这个时候呢 问题又来了 就是 不管是 加明 还是苹果 都希望垄断一个生态 就是我全天带它 加明最近也开始 它新的745已经有 已经有了 这个要更新也要有 就是叫做 训练的计划的辅助 帮助你制定训练计划 根据你的睡眠呀 休息呀 压力指数 心率等等 那其实你要全天佩戴它呀 那大家都想这么干 都想 让用户始终如一 那这个呢 你没办法 那始终如一 要不然选它 要不然选它 这么多年之所以用加明 是因为呢 第一它适合比赛 适合训练更专业 还有就是它能支持这些外设 不管是这种心率大 基于这个心电的心率大 还是那个 我现在没有 就是加明的那个 别在后腰的那个POD 它支持这两个东西的好处 就是心率带 就不 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它更准确 更实时的反映心率 光电心率 在一些不好的条件下 比方说带的不够紧 或者天气很冷 血管收缩 甚至你很瘦 或者你有纹身 等等 它都会不准 同时光电心率呢 会有一个滞后 就是它之后 大概有个几秒 几十秒 甚至是甚至上分钟的滞后 这个在你的间歇 和变速跑的过程中 不能实时反映你的心率 那这个基于心电的心率带 就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同时加明自己的心率带 和那个POD Running POD 别在后腰的那个 都可以支持二代跑步数据 所谓二代跑步数据 也是罗表配这个设备以后 给加明提供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辅助 就是有触地平衡 两只脚的触地平衡 单只脚的 或者说两只脚平均的触地时长 还有垂直阵幅等等 这些二代跑步数据 具体的细节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加明二代跑步数据 那这些呢 它都是没有的 它呢 如果用 如果用这个Apple Watch 罗表 只带这一块表去跑步 不管你是用Nike的软件 还是用它自己的这个 训练的软件去跑步 只能获得配速 距离 时间 分段配速 地图 还有最多就是能获得一个布频 就是你的 每分钟的布频 当然这对普通的业余跑者来说 或者说娱乐跑友来说 已经很足够了 但是它不支持这个 ANT加的协议 也就不能连接加明的这个 ANT加的行李台 和一些ANT加的设备 它只能连接蓝牙 同时呢 也没有 他Apple自己也不会像加明一样 出这种自言的这种 外接设备去配合它 直到今年的七八月份 我开始学习和叫做提升我自己的训练水平 怎么能让自己更高效的训练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这个功率训练 因为从今年开始我开始了自行车的训练 骑行台都是依赖功率的 我发现这个功率训练现在更加的科学和适合我们 当然前提是测的准的情况下 因为你身体肌肉的疲劳程度 风力是否上下坡等等 还有甚至是路面的材质 其实都能够影响你的配速 我们更多的训练其实是依赖配速的 就是我要多快多快跑几公里 多快多快跑几公里 间隔是多少等等 但是呢 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 维持同样的配速 你其实费了不同的力 而我们要维持这个配速去训练 主要的目的是你要出这么多的力 但是功率就很直接 就是不管你现在配速是多少 我的功率现在是200瓦 那我可能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 或者我跑上坡 那我现在200瓦的时候 我的配速是430或者440 那如果我是跑下坡 同样的200瓦 我可能是配速是420 但是呢 你就不能说这个420比440 我费的尽多 对吧 我接触到了功率训练 看了很多课表和介绍 我觉得功率训练可能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为什么之前没有 是因为跑步很难像自行车的骑行台那样 很准确的去测量功率 因为跑步是一个很复杂的动态过程 加明的表 还有现在国产的一些表 都可以通过一些算法 去算出你的功率 那个呢 其实不是偏差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并不能作为实时训练的依据 比方说它并不能作为变速跑或者间歇跑的这个依据 就是实时的那个是不准确的 并且它测出你的这个预值的这个心率 这个功率也是不准确的 在看了功率训练以后 我就买了这个Stride 这个相信稍微有一点这个专业的跑友 应该都听说过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这样 别在这个鞋上 就像原来马拉松还用传统芯片的时候 绑在鞋上那个芯片一样 别在鞋上 它就能 因为它在鞋上嘛 它就能更准确 它里边是一个九轴的一个陀螺仪 也是通过软件和算法 它能够获得什么数据呢 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实时功率 这个实时功率 并且被很多的评测机构评测非常准确 相对的非常准确 还有你的步频 绑的这只脚的触地时间 腿部刚性 还有你的这个姿势功率 我们翻译过来就是 就是怎么说 这个功率是你浪费在你的姿势上的 或者浪费在你的 其他的一些东西上的 并没有给你造成推进的这个功率 这些呢 就能结合一些课表 举进用训练 那我就突然改变了一个想法 以前刚才我们说过 加明你是要依赖 他 加明自己更新他的软件 去支持第三方的配件 当然他俩是支持的 并且配合的还不错 但是他很被动 那我就想 Apple Watch能不能用它 我就搜了一下官方的FAQ 发现他官方推荐的跑步手表里 第一名居然就是Apple Watch 因为Apple Watch的软件是开放的 就是iOS的生态 是个软件商店 等于strad呢 在Apple Watch上有一个专门的软件 你启动这个软件 连接它通过蓝牙 然后去跑步 就完全能获得它上面 百分之百的数据和硬件的支持 它和加明都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全部支持 最好的支持 我就试了一下 哎 非常的酷 我呢 前两天 10月18号 跑了一个北京马拉松的线上赛 我呢 会把两张图贴在这个视频两边 这边呢 是用Apple Watch strad的应用 跑完以后 同步到了strad的 这个power center 就是后台里 类似加明的那个connect 这边是这个手带了 加明当时没有带心率带 没有带任何外接设备 但是加明也连接到了它 对 它是同时支持蓝牙和ant加的 所以可以同时连接蓝牙和ant加设备 这边这幅图呢 是加明的图 呃 大家可以看到 数据非常详细 对这个Apple Watch 也是有刚才所有我提到的一些动态数据 因为 呃 Apple Watch有GPS 还能画出一个呃路线图 同时大家有没有发现 Apple Watch的路线图 要比加明的好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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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明这个片简直是就是很奇怪 这个GPS信号的可靠性 非常的奇怪 呃 那个片的比较厉害地儿就是东二环 呃 朝门桥 我从桥下过 等于有一个大概有呃十米左右的遮挡 然后出了桥以后呢 可能GPS就就歪掉了 然后这个就非常的好 嗯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 两边的距离跟配速不一样 虽然加明偏了 但是加明的距离还短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边的它的有一个软件的限制 如果你用Stride官方的那个软件 那配速和距离只能通过这个Stride来 这个POD来提供 而不是通过GPS 这很关键 就是GPS只用来画图 而配速跟距离是它来提供的 它呢 官方说的是能够达到1%以内的误差 我呢 在这次比赛之前跑了几次 我发现它比我实际的距离记得要短 我就较准了一下 在这个软件里是可以较准的 你可以选一个百分比 千分比其实是 乘以千分之几 我当时是增加了千分之十 就是1% 结果造成的问题就是它又长了 等于其实可能千分之八 千分之七比较合适 这是一个数据的对比 那现在问题就解决了 从数据的专业性来说 Apple Watch 如果你买一个stride 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类似的 能支持的跑步的设备 可能也会有 我不知道 那已经完全可以和加明去抗衡跑步的专业性了 从数据上来说 那它就有换的动力 然后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经过几次跑步 因为北京现在很冷了 这个问题呢 就是光电心率 不管是加明还是他 在我刚开始出门 早上起来出门跑步的时候 因为温差一下变化很大 我的血管收缩 前一两公里 它能把我的心率多测大概30到20到30下 每分钟 就非常可怕 一下心率就直线上升 那怎么办呢 加明还好办 我可因为现在冬天了 也不用考虑出汗了 可以带这个 基于新店的心率带 那他呢 我咨询了一下 斯帅的官方 在斯帅的这个APP里是支持心率的 它是个什么原理呢 Apple Watch本身就支持蓝牙的心率设备 不管是心率带还是什么 同时呢 斯帅的这个应用 或者其他在这上面第三方的跑步应用 包括官方的跑步应用 都是通过Apple的这个健康中心去获得心率 那一旦你接了一个第三方的心率设备 健康中心中的心率就会忽略掉 就会优先使用这个设备的 而暂时就是把这本身的光电心率排在第二位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心率设备在工作着 它就会读这个设备的数据 如果这设备断了或者没电了 才会读这个光电心率 那在斯帅里读到的这个心率 也就变成这个外接设备的了 但是我手边呢 没有支持蓝牙协议的基于心电的心率带 我只有一个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绑在小臂或者大臂上的一个光电心率带 蓝牙协议的 我就试了一下它 连接的非常简单 非常迅速 非常的稳定 数据也非常的准确 为什么同样是光电它又准了呢 因为它戴在手臂比较粗 血管比较粗 肉比较厚的地方 而不是手腕上 它就解决了一个这个血管收缩和血管少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你太瘦的人 像比方说我手腕非常细 它就会不准确 因为肉太少了 血管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反光 好 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已经基本的说完了所有数据的东西 加明的 Apple Watch和加strad的 两边的数据都能够达到一个专业的要求 那我们还有两点要简单说一下 第一点 就是生态或者环境 用过加明的人 大家应该都知道 可以同步这个数据到很多的第三方平台 当然我说的这个加明是国际区的加明书加明的账号 中国区的会有一些限制 可以很简单的把你的训练同步到Nike 同步到Strava 尤其是Strava 国际化的一个运动的社区 等等 或者training peaks 用来跟你的 如果你有这个在线的教练 或者更专业的这个训练的话 你加明生态做得很好 但是呢 在以前几个月前 你用苹果自己的这个软件 自己做的那个运动的软件去运动 还不能做到那简单的去分享到 比方分享Strava 当时有一些第三方的软件 可以导出健康记录的这个.fit文件 就是这个记录的原始文件 让你手动去上传 或者在那软件里去上传 那软件比方像叫healthfit等等 都是收费软件 也可以实现 但是几个月前 Strava更新支持了 从这个苹果的健康里 苹果自己的这个workout里 训练里去导数据了 同时这个training peaks也跟着支持了 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用的Strave这个软件呢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Strave呢 你的那个Strave的账号 就可以连接加明 连接Strava 连接training peaks 它是可以 它但是加明这个是 它只能从加明获得数据 想同步回去的话 还是需要手动 但是呢 Strave里跑完步呢 你就可以直接的同步到 Strava 同步到这个training peaks 同步到final search等等这些运动平台 自动的不用管 并且数据都在 同时呢 如果你想同步回你的加明 让加明再同步回什么 那个马拉马拉呀 什么Nike呀 也可以 因为这个Strave的PC版的后台 支持下载运动的原始的.fit数据 就可以同步过去 这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它也能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你不想浪费你加明积攒 那么多数据都没有问题 也能很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最后说一下比较专业的 就是我想练课表 我想做训练计划 今天我想练变速 以前呢 我分享过很多加明的课表 在加明上怎么简单的制定训练 今天的训练计划 怎么能够在训练中 它就提醒你 加明这做的非常好 如果你戴耳机 连上它还在耳机里有配速提示 有快乐慢乐的提示 有下一个阶段开始的倒计时等等 但是这场Strave的这个软件 我给官方去了邮件 他们明确的回答了 我是这个版本的软件吧 就按他们的开发设想 是应该和加明一模一样的 但是现在他没有做到 我们期待他的更新和修复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比方说我定了一个功率区间的训练 我要在功率二区去跑 如果你快了或者慢了 并没有提示 然后换阶段也没有提示 只有你正常普通跑步每公里 就是你定的每公里一提示 或者每多尔米一提示 那时候它会有震动和声音的提示 仅此而已 但是也没有在耳机里 报你的这个 怎么说 报这个配速和心率等等 这是它现在软件的局限性 同时还有局限性 就是它的 在加明里 你是可以选择配速和距离 来源于Strave的 或者来源于GPS的 但是在这里没得选 只能来源于Strave的 希望官方也能够增加一个功能 去支持只通过Strave的获得功率 而距离和配速通过GPS获得 毕竟这个它的GPS数据 已经非常的准确了 在我看来非常非常的精确 最后再说一点额外的 就是专业的一点的训练以后 我不带手机了 因为我的身材也比较的矮小 手机现在越来越沉 对我来说可能负担太重了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那不带手机了就有个问题 你就失联了跟这个世界 现在就很难 你想买个东西 虽然有离线支付 但是也不容易 然后呢 或者是 怎么说 加明配 毕竟还是像刚才说的 稍微的有一点不够那么的通用 同时呢 我跑长距离 我现在最短的训练距离也是14公里 家里人想知道我在哪 或者怎么样 或者有紧急的事情 要我处理 我要收到推送 所以呢 就买了这个蜂窝版本 我也是了 跑步过程中 推送是完全没问题的 甚至你没有把那个软件安装到手表上 只在手机上安装过的软件 像Gmail 像钉钉 这些推送 在跑步中收到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打电话 收发短信 用Siri 听歌 全都没有问题 支付也没有问题 非常的非常的好 并且呢 家人也能够通过这个位置共享 就是Apple的位置共享 知道我在哪 这个位置共享只能用Apple的 如果你用Strade 如果你在这场用Strava的那个软件去跑步 可以用Strava的那个会员功能 那个Beacon功能 就像加明那个Live那个功能 一样能够实时知道你在哪 这个功能之前 大家如果看过那个陈奔斌 那一百天一百个马拉松 应该有印象 就有那么一个界面 非常的酷 还能知道配速心率等等 那个Strava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Strava也没有这个功能 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电量 同样的状态 加明 Foreigner945 听着歌 听Spotify 或者是Cure音乐 用AirPods 然后呢连接Strad跑步 跑大概对我来说 我用420 左右的配速去跑 大概 每三公里 每三公里 费2%的电 每三公里 费2%的电 用它跑一个20公里的话 大概就是百分之十几的电 然后再算上那个其他的额外的这个开键来回来去 从我早上出门到回来 大概要用将近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七八的电 如果百分之百出门的话 这个是加明 也就是说 他如果跑一上马拉松 全程听歌 的情况下 他大概要用将近一半的电吧 百分之五十 他 让我非常惊喜 百分之百的电出门 跑完那天的北京 先上马拉松 成绩是两小时五十一分 就很快 不到三个小时 全程用他听歌 同时呢 因为一开始新鲜 我还老抬起来看老激活这个表盘 在这个情况下 他中午回到家 也还有百分之五十的电 也就是说 他支持一场六小时关门的全马 对您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 如果你用加明不听歌 就非常的省电 非常的省电 他不听歌 我还没有试过 那好 基本这些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本期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他 从他换到他以后 什么变化 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词帅的是什么 他的优点缺点等等 这是本期的第一期 之后我们会详解一下 围绕他 功率训练 在这场怎么做课表 怎么做计划 怎么练等等 怎么看数据 这些我们会分成很多期来讲 不出意外的话呢 后面的训练我都会用他了 之后的比赛呢 可能还会在第一场比赛里两个兜袋 去保险一点 之后忙完完就转移到 这个Apple Watch上 那好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视频的内容 或者您觉得我内容对您提供了一定点帮助 那希望您的支持我一下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您的订阅呢 对我非常重要 也希望您能够把我的这些内容呢 分享给您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们 能给大家提供 哪怕那么一点点的启发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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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